阿公阿嬤们在台前演出老人失智症状 毫无修饰的表演 逗得台下的学生们哄堂大笑 由花莲吉安乡卫生所义工们 自主的土豆剧团 成员平均年龄超过70 最大的甚至是来到了83岁 他们用诙谐幽默的剧本和肢体 十多年来在协助卫教推广工作上 发挥了最大的成效 因为他逼我们动脑筋 我们这些老人家 甚至也还可以变成小朋友 变成幼稚园的小朋友 再跟那个假花有辫子 这样很可爱这样子 我们这些道具我们都自己做 台湾即将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 老人失智症的比例也逐年扩大 加上在乡下地方隔代教养成了常态 如何察觉家中的老人是否患有失智 这些青少年们成了观察的前哨兵 现在每12个人里面 就大概有一个人会面临到失智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我们花莲 常常很多小孩子都是跟长辈 一起在家里亲盈共聚的一个状态 所以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戏剧的推广 让孩子们可以知道说 早一点察觉到家里长辈的状况 以及如何去协助长辈们 家里的阿公阿嬷 他可能是疑似失智症 那他需要进一步的再去做确立诊断 那如果确立诊断之后他就可以找一点治疗 延缓失智症 甚至可以享用就是后面我们的长照2.0的资源 透过土豆剧团深入校园进行表演 让友善失智的观念向下扎根 编织更有效的防护网 及早发现及早提供快速确诊 以及后续的个案管理 打造出完善的在地化失智照顾模式 人间新文文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